什么是练习声?什么是爱豆? 爱豆是以唱跳表演作为卖点的一种职业 而练习声制度是让有梦想的素人 到舞台上成为光鲜亮丽的爱豆 偶像练习声是与以往超级女生 中国好声音类似的选秀节目吗? 答案是 NO!偶像练习声 是真人秀养成节目 总制作人江斌介绍道 在整个规则的设置里 舞台竟然只是阶段性目标 对最终结果的加权也很小 参判的依据是全民制作人 于是 因为不根据秀来选人 所以不同于以往节目中 勾心斗角的互撕骑马 偶像练习声往往气氛融洽 选手们甚至相互崇拜 尽管有特殊之处 偶像练习声仍面临重重质疑与挑战 这档节目也让普通观众体验到粉丝的疯狂 他们与偶像相辅相成 甚至能带来巨大的流量经济 在参加选秀节目之前 明星也曾经是素人 他们身上被寄托了普通粉丝的梦想 在他们心目中 爱豆替代他们成为心目中完美的自己 而偶像练习声将晋级出道的选择权 全部交给观众 这毫无疑问激发粉丝的热情 拉存在感 将自己的爱豆顶上去 英元文化曾是韩国娱乐圈所特有的一大文化风格 如今也逐渐蔓延到了中国 每当爱豆出场 粉丝整齐划衣的首服和灯牌 成为独特的风景 在偶像练习声中 一旦节目需要带观众录制 粉丝们都会想尽各种办法来到现场 为选手们打call 该有的英元活动并不会因为距离而有任何减少 那么 让粉丝对爱豆如痴如狂的这种驱动力 又是来自何处呢 专家称 这是因为偶像与粉丝之间 形成了一种想象性的亲密关系 这种关系类似于云恋爱 偶像每天晚上发一句晚安 发一句心情 或者发个图 对于粉丝而言是重要的日常陪伴 如果粉丝在微博下面评论他 他有时还会回复你 这些都是粉丝福利 这也能解释 粉丝为什么要聚集在微博之类的社交媒体上 而偶像练习声是养成器 与之前旅行青蛙的爆款游戏类似 相比普通的选秀节目 粉丝和爱豆之间的情感纽带更为牢固了 这种精神纽带也带来了经济效益 当一个明星有了庞大的粉丝基础和活跃度 就能带来强大的流量 被称为流量明星 怕他的商业价值与其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相关话题阅读数 点击量都是紧密关联的 对于经纪公司来说 手握这些流量明星就相当于拿到了开启大数据时代金库的钥匙 然而 粉丝经济的前提是 粉丝愿意一直为偶像买单 为偶像的人设买单 所以 爱豆门过得如履薄冰 行差不错都可能损失惨重 因为没有过硬作品加持的他们 仰仗的就是粉丝的喜爱和热情 人设一旦崩坏 粉丝的喜爱和热情就会随之流失 依附于粉丝群的巨大经济利益也将复制东流 对于一档综艺节目来说 后期剪辑往往是效果最关键的部分 剪辑师负责从浩如烟海的拍摄素材中 挑选出最适宜的内容 然后配一花字 鬼畜 表情包等剪辑手法 制作成一档观众喜爱的节目 剪辑师有着画白为黑的本领 花儿的少年把好好一档综艺节目 映生生剪辑成一场精彩的护司大会 喜从天降为了给节目制造看点 直接通过剪辑把贾玲塑造成了出门不带脑子 嘴上没有把门的讨厌鬼 演员的代声中更是通过剪辑手法 将原力塑造成风言风语 举致奇怪的形象 偶像练习生因为节目的属性 不再护司和斗心机 但是全民制作人的概念 就决定了这是一款需要由场外投票 决定选手排名的综艺节目 剪辑的作用甚至比以往更为重要了 但在剪辑上却没能做到最基本的公平 有的选手只有一两秒钟的镜头 甚至整段舞蹈被剪掉 而其他选手如现在人气最高的陈丽农 蔡徐坤等则拥有更多露脸机会 在人物的性格才能展示上也更加立体 这种差异对选手的场外支持率有很大影响 给人一种清定的感觉 最后尽管有各种不足 但综艺偶像练习生向我们剖开了一个侧面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为一个明星 喜欢的朋友请关注订阅 谢谢观看